大家好,这里是安波华语足球快讯2023年7月26日 女子世界杯C组第二轮比赛在周三中午进行 其中日本女足对阵哥斯达黎加语族 后者只是C组陪跑队伍,无法撼动出现形式 此番对阵首秀大胜的日本女足,哥斯达黎加女足败局已定 日本女足曾经在2011年和2015年两届世界杯连续杀入决赛 并且在2011年问鼎冠军,从荣誉上来说 她们碾压C组所有球队 其实西班牙女足也完全无法与她们相比 不过近年来欧洲女足进步巨大 日本女足相比也黯然失色 话虽如此,日本女足如今在世界足坛仍然具备不俗竞争力 不少球员都有在欧洲踢波的经历 而且日本女足目前状态极佳 先是此前热身赛五球大胜巴拿马女足 上仗分组赛中更是五球大炒赞比亚女足 其中公泽杨平上演了没开二度好戏 经扑面对几乎没有出现预期的哥斯达黎加女足 日本女足赢波无悬念 哥斯达黎加女足此前只有一次世界杯经历 就是2015年世界杯 当时她们分组赛无疑胜机 最终无法出现结束真诚 球队的历史和日本女足天差的别 她们当然也不指望取得多么漂亮的成绩 如果能拿下世界杯首胜 已经算有所突破 哥斯达黎加女足在世界杯外围赛中发挥不俗 最终以第四名的成绩获得世界杯资格 不过哥斯达黎加女足在开赛前热身赛表现不佳 而且分组赛首战更是被西班牙女足三球教育 信心全无的她们经扑实在无力暴冷先翻日本女足 感谢您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按吝点赞 订阅 ен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 365